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件更严重的事 审案失踪了 扔进茶饮料的市场投资 连个想都听不见 本来资金就很紧张 好不容易勒紧腰带 推出了比较受欢迎的产品 花了大笔的宣传费 全打水票了 是啊 现在的舆论对我们审市可是大大的不利 说到舆论 审泰当众给了总裁一耳光是怎么回事 这总裁到现在还找不到人又是怎么回事 这个中毒事件起码还有董事长投资 这打耳光的事 只能由他自己出来澄清 直到外面现在已经把它传到有多不堪了 这些事情 我们已经采取了有效应对措施 公安团队呢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行动 审市尽全力的配合政府 冲进调查 另外我希望各位不要轻易相信风言风言 审案它并不是失踪 你怎么找不到人 他只不过是身子不适 需要安静 所以才没有站在这儿 跟大家一块去解决问题 等他身体好一点 我想他一定会对大家有个说法 我们审市集团现在面临的 那么大一波问题 被不是一遭命运的 就可以解决 你们那么急躁 看来是毫无意义的 就算还了审市清白 这款新咖啡 在市场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董事长 如果不是之前茶饮料 让我们大伤元气 我们也绝不会急成这样 现在我们的资金链情况 是什么样 您不会不清楚吧 其实审市这个时候 最需要有人拉他一把 听说美国的M集团 有兴趣跟我们合作 优化资源 共同发展嘛 M集团现在在市场上 可是风头正进呢 如果有他们的帮助 这场危机 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原来我以为M集团 是为了竞争市场 才针对我们的 现在看起来不那么简单 原来他们就在这儿等着我 你不笨 吃清光 哈哈 是 老须 在这里 然后 有不 还说 有不 有不 特别 无 美 有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是也都没有消息 你们说沈安会不会想不开 做什么傻事啊 不会的 抛开十五年前的事不说 现在的沈安 还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我想 他应该是想一个人 安安静静地待在某个地方 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还不太清楚 没错 对于沈安来说 他还没有补偿出相 没有补偿弄强 就算为了这一点 他也一定会摇离牙坚持过来 我相信他很快就会站出来 回到沈世 处理危机的 身子大伙聚在这儿的时候 我还以为幸福生活就开始了呢 没想到 人生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心来松口气呢 初夏 初夏 梦初夏 你没事吧 学长 我知道这两天 你带我到处去走 是为了让我三心 可是真的没这个必要 我很好 哪儿都不想去 我早就发现 三心对你来说我没什么挑补 还记得我那个同学吗 就是公司还招聘的那个 你现在 既然已经彻底离开沈世了 又在风头浪尖上 不方便出去找工作 不如去有朋友那儿试试 你不是说 想要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吗 就从这份新的工作开始吗 泰迪学长 你这个忙帮得太到点上了 出嫁这个人吧 可能什么都不愿意干 但是提到钱和工作 他就非常的愿意 好啊 谢谢学长 怎么样 好不好吃啊 是小时候的味道 人间极品 那就对了我跟你说 对的话你就多吃一点 哎呀 你呀不能光想在每天怎么去找人 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吧 我们老爷们家失踪几天不是什么问题 顶多呢就是在家里喝点小酒啊 闷着头睡几天 醒来之后 又是好看一条 好 伯母 把沈哥哥和孟家的事情都告诉我 虽然具体的事情我不太清楚 可是我从小就目睹的那件事情 对沈哥哥的沉重心 他一心工作 情形寡欲的 从认识他到回国 从来就没有见他真正快乐过 想不到 让他真正快乐起来的梦初夏 居然是那件事情的受害者 沈哥哥心里肯定比刀哥还难受啊 他一直顾全大局的 现在他把自己藏起来 谁也不告诉我 这就说明 他觉得我们大家都不关心他 可是他怎么不想想 我就那么担心他呢 我为了他 我为了他 该吃的不敢吃 该做的不敢做 我拼命地打给我找他 我为了他 我伪装了自己这么多年 我这么拼了拼了找他 连脚都不想我 大小姐你别哭 我说大小姐 我怎么每次给你车都会被围观呢 你说M集团的人要想贴我 你要知道 M集团刚刚换了董事长 正好这几天他到国内度假 他们的意思是跟你见个面 谈一谈 度假 我看是独战吧 老三啊 我们并肩作战也这么多年了 省市面临这样的危机 也不是第一次 你应该有信心 我们会平安度过这个难关 再商言商嘛 M集团给我们的并购方案 对省市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股东们被他们打动 是理所当然的 你说 我们并肩奋斗这么多年 怎么说 都该有些回报吧 即使你不提 我也想跟他们碰一碰 好吧 请你安排时间吧 我朋友对你刚才的面试非常满意 人家看的是学长的面子 我本来只是想陪你一起做工程式回家的 没想到这条路上 学长 没关系的 我既然已经决定要接受新的工作 就应该振作起来 继续新的生活不是吗 如果我不能用平常心力 来面对跟他的一切 那我就应该接受董事长的建议 离开这座城市 这家餐厅看起来不错 这家餐厅是省市集团其他产业 你没看新闻啊 什么 这家咖啡喝得有人进医院 真的吗 这样子别去了 谁知道饭菜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走走走 倒是听突说的吧 学长 我好像有点饿 陪我进去吃点东西就再走 行吗 好 今天我请客 谢谢学长 这一路来对我的照顾 好吧 如果这么做会让你开心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看一下 两位的请请她 吃吧 沈泰 您跟总裁真的分开了吗 我前几天听总裁讲 你过几天就会回来餐厅了 可是 我以后会常回来这里看你们的 这里 我真的挺喜欢 芳芳 回来 今天初夏是客人 不好意思 打扰两位了 请慢用 大家都去干活吧 散了 吃吧 小小 小小 审视新咖啡出事的事情 是真的吗 你真的忍不住问起这件事了 这件事有关部门也在调查 但是 还没有明确的结果 我们网站也派了记者 去那两个城市走访真相 我相信真相 很快后水到石出了 不过这起事件 也只是一个导火索 审视集团最大的问题在于 前两年 王董事长在产品策略上 出了些意外 资金本来就很紧张 新产品咖啡 不过这些新闻 在市场上受挫的话 不易于火上浇油 我还听到一个传闻 说美国的M集团 对并购审视非常有印象 沈安人也不知道在哪里 我想帮忙 有无从下手 其实 是你比任何人都担心的 对不对 沈安 毕竟是因为我在躲开的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 影响了沈氏 影响了沈氏的员工 我的罪口就大了 没关系的 你放心 王董事长可是个很厉害的你 嗯 初将 我知道你从沈安的故事里走出来 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人们都说 只要身边有了新的人 对过往的伤痛 忘记的就会快一点 初将 在你慢慢走的时候 让我陪着你 不是空人的那种平衡 是男人对女人的那种守护 我不奢求你可以很快地忘了沈安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可以像这几天一样 一直站在你的身边 帮你打扫掉 心里的那些难过和失望 学长 怎能突然间 求求这些话 那次我对沈安说的那些话 我全是为了帮你演戏 每次我看到 你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但却魂不熟悉的样子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之前如果我可以紧紧地抓住你 不让你走向沈安 也许你不会受到这么多的打击 所以这一次 我绝对不会轻易地送给水 不会让你自己在自我折磨 却又舒服不测 书想啊 未来的路 让我带着你慢慢走好不好 对不起学长 我实在 没有心情说这件事 对不起 马达 没有心情说 你能不能自己送lish手带来啊 怎么了 钱包 我好像又忘了戴钱包了 你好 你 谢谢 还有一件事 我是一定要做的 还是一本事 孟初夏 要拿着那个手机招摇撞片 是吧 原本我就打算给自己 放一天假的青岛走一走 谁知道一出门 就碰见了一婚不散的你 得了吧你 青岛这么大 你们俩能遇到的机率能有多高 世界有这么大 咱们两个也遇上 初夏 没关系 我来吧 不用 我带了 我一定带了 初夏 这顿饭呀 就当是我们老同事请你吧 谢谢你 你看 客人都至于我们餐厅的这个情况下 你们俩还来捧场 非常感谢 我知道了 找到了 我就是后不会忘带钱包 我如果不带 没有人回来救我了 没有人来救我 出去 不要 出去 去吧 我 去吧 我 去吧 我希望你能够至少跟我保持三米以上的距离 听明白了吗 记住这一点 三米以上 可现在这一边就只有我一个人 爱情对我来说远的要命 我也在这一边 从现在开始照顾的一辈子 我答应你 萌初夏 咱们这就结婚吧 神经病 我anyan 你 我 不是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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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么换灯袍 我自己来 这样吧 那是我的 太难合了 我初想 我曾经 是一个被爱情带走了的人 但是不知道从哪天开始 你把爱情给我带了回来 我爱你 我初想 你能不能跟我在一起 让我温暖你 照顾你 拼尽全力 打动你的心 是你爱上我 初想 你愿不愿意戴上这枚戒指 跟我携手一声 我 初晓 您怎么了 来 起碗 我想他 好想好想的那种 这么长时间了 我从来没有跟她说过我爱她 在能说的时候我没说 她会值得的 不会了 她永远都不会知道了 是让你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在我爱上她之后 有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初姐 别这样 学长 你知道吗 这几天你每次拉着我的手的时候 我都以为是她过来带我走 等我醒过来我才发现 这一切都是我的幻觉 她没有来 她也不会再来了 你知道我的心有多难过吗 我的心就好像被掏空了一样 好疼啊 真的好疼啊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学长 我不能再爱她了 对不对 我应该恨她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我的心这么疼 这么疼 我已经很努力在做了 我已经很努力在忘记她了 可是为什么我总是会想起她 我每天都会想起她 为什么 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 学长 我想她 好想 好想她 我的心好痛 痛得好像不能呼吸了 好像没有 好疼 最后 还没有 那 好喜欢 好 董事长 M集团的人已经到了 我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 王伟林 想必这位就是 M集团的新董事长 王董 好久不见 其实咱们也不用谈什么 因为看到我的脸 你们心中所有的疑惑 就都解开了 不是吗 回来了 今天面试怎么样 挺好的 我想呢 带礼物 刀套中 哭过了 没有 早上起来的时候 眼睛就肿了 得了吧 想哭就哭吧 眼泪流干了 还是一条女汉子 我要是你啊 我就天天哭了 你知道 为什么咱们女人比男人坚强的吗 因为咱们比他们难哭 因为咱们比他们难哭 这什么呀 租赁广告 总不能一直都住在这儿吧 梦想过完假期 就要上高中了 你把房子找回来 你们就住这儿吧 回头我和魏正德结婚了 我就可以搬到他那儿去了 到时我就跟房东说一声 你们就坐这儿 我先找找看 菲菲 真的要跟魏先生结婚了 就 奔着这个方向去 等他父母从欧洲回来 去见面 真好 真的挺好的 本来 我与我们两个人的万里长征 都走得差不多了 要是沈安博是梦想的父亲该多好 要是他从来都不认识 你们家那个人该多好 魏先生吧 不会啊 他出差了 谁啊 不认识 你好 您找哪位 谁啊 你找他 你找她 你找他 我找他 你找他 你找他 他侦便是人家 我找他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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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小 你好吗 孟小 她好像是你妈妈 真正的妈妈 找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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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明白 M集团的人 为什么想吃掉神石了 董事长 该怎么办 曼文还没有消息吗 你确定警察局那边 没有任何发生事故的报告吗 这个您放心 还没有 他和孟初夏 一次都没有联系过 你还不赶快去找 一定要把他找回来 在他任何可以出现的地方 留下消息 让他知道 孟成霜回来了 长得真高 就是好像有点瘦 手长得也好看 姐 嗯 怎么突然间回来了 到时候了 我当然要回家 那 那个 Michael 你的账机呢 你先陪我回家看爸妈 到时候 我会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们 好吗 我没事 上车吧 晨晨 你现在是什么人 是一个能让我的妹妹和儿子过上完全不同生活的人 丁小姐 这段时间感谢你照顾她们两个 从今以后 她们就交给我了 初夏 你做鞋命 梦想 来 可不可 车上有果汁 苏打水 孩子 从见面到现在 你还没跟我说过一句话 真好 真是个有骨气的孩子 能这么近的坐在你身边 哪怕你不理我 看都不愿意看我 妈妈也高兴 妈 爸 你是哪位啊 爸 别叫我爸 我们家没有像你这样的女儿 我们家 也不欢迎像你这样的美国阔太太 请出去 妈 爸 不管你们怎么怪我 恨我 我都不在乎 我都不在乎 想把 把你都骂不几句 我心里特别高兴 这十年间的每一个晚上 我都在盼望着这样一天的到来 以前 以前爸让我走 我可以拎着抱转身就走 但是今天 但是今天 十年前 十年前 十年前我对你们撒了谎 还记得 还记得初夏查到高考分数的那一天吗 我记得 那一天天气 特别好 妈高兴极了 跑到医院 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他 我到医院去 告诉你爸 他最近心情不好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让他高兴高兴 那我走了啊 好 好嘞 我去给你盛点饭 我不吃了 我一会儿要跟客户谈事了 我着急走 姐 你看你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 干吗这么拼命啊 我要让你和孟翔 上最好的学校 过最好的生活 这样就不会因为背景差 而被别人欺负 风水轮流转 说不定有一天梦翔 就能反过来站在那家人的面前 替我狠狠出一口气 初夏 跟爸妈说我晚上不过来吃饭了 啊 大夫 大夫 那我还能活多久 是一线癌 现在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你目前最重要的是 马上入院 进行全面治疗 那不就是 用钱续命吗 慢点 你怎么又不来房呢 练什么练 从今以后 我就非人一个 你又来的不是 你看你双脚不好 终于命丢了好吧 陈生那边还说呢 初夏也大了 有他们俩在 就不用你这么操劳了 对吧 初夏还有四年大学要多 孟乡也快上小学了 咱们家 用钱的地儿 越来越多了 慢点慢点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 这身子骨 怎么就穷争气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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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诺了要给梦想最好的生活 可是我自己 却成为了全家最大的负担 要放弃质量 我想一个人默默地躲起来 直到生命结束 可是在生命的最后 我还想再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